教育的未来 电子书包真的能够代替传统书包吗 分享Bestar BM-118的使用心得 哈喽大家好 我是我们来向那台郑兵宴 今天我们就来谈谈教育的未来 电子书包 还记得我们小时候吗 沉甸甸的书包 厚重的课本 还有永远买不完的练习本 来到21世纪的今天 我们真的还需要让孩子们 背负那么沉重的负担呢 今天我们就来谈谈教育的未来 电子书包 什么是电子书包呢 其实电子书包就是一个平板电脑 但是和普通的平板电脑的差别是 电子书包是专为教育而设计的 里面装满了丰富的学习素材 实现了书包的功能 所以被称为电子书包 而我手上的这一台 就是马来西亚知名的教育品牌Bestar 新推出的Bestar BM-118的电子书包 那么它到底有什么独特之处呢 第一符合大马教育部的标准 Bestar BM-118是专为大马的华小生设计 它拥有丰富的华文 马来文 英文还有数学的教材 符合马来西亚教育部课程标准 KSSR 里面呢 还有1到6年级的课程内容 还有大量的模拟考题 自动批改功能 让你轻松应对学校的考试 第二 肥生家教高校学习 回想我自己的童年啊 放学之后呢 要在家里复习学校的功课 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为什么呢 因为没有人知道我 如何正确的朗读 还有理解生字 就算我查字典啊 也听不到正确的发音 而Bestar BM-118呢 就像一个随身携带的家教老师 他能够随时示范朗读 比划指导 解说生字 让你高校学习 不求人 第三 欲教语乐 有趣学习 除了传统的学习功能 Bestar BM-118 还拥有许多有趣的小游戏 学生们呢 可以在游戏中 显移默化的掌握知识 轻松提升 学习效率 第四 三语字典 便捷查词 以前每个人的家里 都一定会有 几本超级厚的字典 但是啊 字典真的是太厚了 所以呢 查找一个字 真的是非常花时间 现在就不需要了 一个电子的平板 就拥有三语的字典 而且呢 有专业的读音示范 这个是传统字典 没有办法做到的 第五 轻松联网 无线升级 这个电子书包呢 有联网的功能 内建Google Chrome 还有Zoom 让你随时随地 都可以上网课 而且你也不用担心 你的教材是outdate的 因为呢 Bestar会承诺 为你终生免费更新教材 让你永远掌握 最新的知识 电子书包呢 作为一种创新的教育工具 为学习带来无限的可能 它不仅仅是一台平板电脑 更是一个智能的学习伙伴 为学生提供更加丰富 和便捷的学习资源 你如果问我 现在这个电子书包 能不能完全取代传统书包 我的答案是 暂时还不能 但是未来肯定可以 因为呢 电子书包呢 更加轻便 内容更丰富 虽然呢 价格是偏高了一点 但因为容量很大 长期来说 还是很划算的 最重要的是它更加环保 所以呢 减少了职张的浪费 目前电子书包呢 最大的缺点是 无法体验 用笔书写的感觉 但我相信 随着技术的进步 这个会慢慢被克服 影片的最后呢 我也跟大家分享 BESTA的另一个有趣的产品 SD18状元笔 这个呢 就更加轻便了 它最大的功能呢 就是帮助我们 实时翻译书本的内容 支持中文 马来文 还有英文 就算没有WiFi 也是可以使用的 我真的很羡慕 现在的学生啊 有那么多的科技 来辅助学习 我相信 随着科技的发展 未来的孩子 只会变得越来越聪明 好啦 本期的视频 就到此结束 不知道你对于电子书包 有什么看法呢 你希望教育部大力推行电子书包吗 欢迎留言让我知道 感谢你的收看 我是马来西亚南台 郑兵燕 我们下期影片见 拜拜